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个南修摇了摇头 没有了 只有我们三人知道 若莫无忌和他是同伙 这时候肯定大骂这家伙白痴 要让他来回答这问题 他绝对不会说只有他们几个人知道 他会说还有一个人知道 而且他还知道那人住在什么地方 这样的话 齐老师才不会马上杀他 而是要他继续带路 齐老师和蒙面女子对视眼 他们近期知道这高个南修应该没有撒谎 齐老师抬手就是两巴掌拍了过去 可怜这一男一女二人 还未来得及享受零食矿带来的富贵 就被齐老师一巴掌拍死了 话说两头 距离这片沼泽不过千里之外 莫无忌也在刚刚挖出的洞府中不断的喘息 他顶着一个方圆丈序的东西奔跑了这么久的路 哪怕他已经是驻灵境 此刻也是累得够呛了 好在这地方是河藏身 这是一条干河的河流 这条河流浅的位置也有十几丈深的地方 有的位置甚至有几十丈深 这就好像是一条峡谷一样 不过这显然不是峡谷 因为河床干裂的珠网纹 裂痕是大而清晰 可见这条河干河的时间并不算长 否则的话这些河床裂痕也不应该存在才是 莫无忌选择的位置就是这条干河的河堤中间 他在这儿挖一个洞府 就好像在悬崖挖洞府差不多 安全且可靠 而且洞府前面还有些枯树倒挂下来的枝条给挡住 更加的不大显眼 莫无忌甚至将他挖出来的新鲜泥土 全都给搬运走了 他是打算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了 选择在这里住下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他背着那么大一块东西 根本就跑不远 现在他的那块东西就埋在这条干河河底的一个隐蔽位置 第二 他刚刚住灵 加上身上还有很多的灵石正是修炼的时候 当然最重要的是莫无忌暂时不敢回去 别看他住灵了 他怕一回到问天学宫就会被人给宰了 他的通缉令既然可以出现在失落天须外面的方式 那就说明金九镇背后的确是有强人 而且这个强人也怀疑他和金九镇的死有关系 若他也有靠山 只要没有把柄落下 他根本就不惧别人的怀疑 关键问题是 他没有靠山 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 还有一点 这里距离那个沼泽灵石矿并不算远 只要他的灵石修炼完了 他随时可以回去搬运 当然这只是莫无忌最理想的想法而已 要是他知道 齐老师也来了这儿 哪怕他在那灵石矿外做了阵法印记 他也不敢在距离沼泽地如此近的地方闭关修炼 不过赛翁失马 祸福难了 莫无忌不知道齐老师会来 所以敢在距离灵石矿如此近的地方闭关修炼 同样的 齐老师也不知道莫无忌得到仙葵精金之后 不但没走远 还敢留在这附近修炼 所以莫无忌还是修炼他的 齐老师还是和那女子寻找他们的 无论对于一个修士还是对于一个研究者 时间都是最不值钱的 莫无忌既是研究者又是一个修士 他一开始闭关 就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这个时候 估计只有闯进他修炼的洞符 他才能醒得过来 这也是莫无忌为何不敢在那沼泽地的灵石矿中修炼的原因 也幸好他没有在那修炼 他要是真在那修炼 估计尸骨都已经寒了 储物袋中的灵石被莫无忌全部倒了出来 一百条脉络参与周天运行 吸收灵气的速度是极为惊人的 加上这附近灵气又极其浓郁 莫无忌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增加着修为 两个月之后 他直接冲破了柱灵一层 紧急到了柱灵二层 五个月后 莫无忌再次突破柱灵二层 紧急到了柱灵三层 八个月后 他冲破了柱灵初期 紧急到了柱灵四层 开辟了一百条脉络 这种低境界修炼 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瓶颈 这时莫无忌才从闭关中行转 他是不得不行转过来 因为他的灵石消耗完了 莫无忌很想再去灵石矿 搬些灵石过来继续修炼 不过他却有些想念烟儿 八个月过去 他回去见一下烟儿再出来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随即莫无忌知道 这是他在自我安慰 只要回去 那危险肯定是存在的 可是不回去看烟儿 莫无忌总觉得不踏实 不行 还是要回去一趟才好 这一次出来都快一年的时间了 还不知道烟儿过得好不好呢 再说 除了烟儿还有菲饼柱等人 他答应过菲饼柱 要去问天城照顾他一下 如今他加入问天学宫都一年了 还没有去见见菲饼柱呢 莫无忌决定好了 正想出去的时候 忽然一道破空之声 从空中落下 那道破空之声 直接落在了干涸的河床上 莫无忌赶紧走到洞口 小心地看过去 他发现是一支断了一小结的长剑 在这柄长剑落下的后一刻 一名浑身是血的年轻男子 冲到了河床上 他直接抓起了那柄长剑来 紧跟着又有一人冲下来 此人满头银发 肤色击白 看起来很有小白脸的钳指 手中法宝是龙骨爪 五个蓝汪汪的爪尖 让人看了心中甚的慌 任天星 把方位告诉我 我给你一个痛快 那银发男子落在满身是血的年轻男子身前 鱼气森冷 少狂景 你算什么东西 我任天星不是被人威胁长大的 别说你 就算是你毕罗门掌门过来 我也不会正眼瞧一下 那叫任天星的年轻男子 哈哈大笑 毕罗门这个宗门 莫无忌还真是熟悉 他和里面一个叫少峰的家伙有仇 这家伙也是毕罗门的 也是姓少 不知道和那少峰有什么关系 从毕罗门少广景这名字一出来 莫无忌就下意识站在了任天星这边 任天星 这个名字他似乎也有些熟啊 对了 莫无忌终于想起来了 在他离开问天学宫的时候 去过问天学宫的任务大殿 在任务大殿门口有一个问天榜 那个榜单显示的是爬问天街的强者名次 他记得排在第一的家伙叫做高子汉 而这任天星就排在第三位 问天学宫排在第三应该是很强烈 竟然打不过一个毕罗门的家伙 叫少广景的男子冷冷开口 既然你想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言语间 手中龙骨爪阳急 那圣人寒光更是带着死死死亡气息 莫无忌有些疑惑 明明是少广景和那任天星对质 为什么他能感觉到死亡的气息 驻灵境中期之后 他的实力和感知度强大到这样的地步了吗 难道他都能感觉到少广景对任天星有杀气了不成 任天星宜然不惧 伸手擦了下嘴角血迹 不屑的说 少广景 等我也进集元丹境之后 你这样的垃圾 我一个人可以打一窝 莫无忌恍然明白过来 这任天星还没有进集元丹境 而少广景已经是元丹境强者了 没有进集元丹应该是托凡后期 一个托凡境的修士 能和元丹境修士打得你来我往 这不是不行 这是太了不起了 给我去死吧 少广景手中龙骨爪 刷出了几道神人光影 直车他去 在这一瞬间 莫无忌突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这姓少的 这下根本就不是在杀任天星 而是要先杀他 难怪他感受到了一种杀气 那杀气不是针对任天星的 而是针对他的 莫无忌庆幸自己早觉察到了杀意 同时也庆幸自己进集到了主灵中期 否则的话 就这一下他就必死无疑 莫无忌的身体侧向一边 同时催动元丽 抡起了天机棍 他很清楚龙骨爪的可怕 仅仅是避让 根本没有作用 因为龙骨爪只要没有杀了他 就会再次转头 那还不如主动出击 拦下这一爪来 蹬的一声 天机棍被砸出道道火化 狂暴原理涌来 莫无忌整个人都被撞飞了出去 击打在了他挖出来的洞壁上 当场一口鲜血喷出来 圆丹靖的实力实在是好强 莫无忌顾不得擦去嘴边血迹 天机棍再次轮起 又一次轰在了刚刚回头的龙骨爪上 原理撞击 狂暴的力量四肩开来 将莫无忌的洞幅直接轰塌了一半 莫无忌的腿完全埋在了土里 龙骨爪的力量再次被卸了一部分 眼看龙骨爪就要暂时放弃他飞回去 莫无忌反而是主动冲上前 又是一棍论出来 砸向了龙骨爪 暗算了他 这么容易就能走吗 几乎在少广井出手的同时 任天兴也出手了 少广井见任天兴出手 心中更是一阵能笑 区区一个托凡井秀氏 也想从他手下占便宜 等他的龙骨爪杀了一遍的蝼蚁之后 飞回来也有空隙再次轰飞任天兴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